中印边境对峙之际 印度大后方传了一声巨响 游景发生爆炸 损失惨重 进行关注本节目了解乡情 谁都没想到 中印边境对峙已经一个多月 近期刚进行了一场更高级别的会谈 企图和平解决冲突 结果在这个时候 印度大后方却传出一声巨响 印度东北部的游景发生爆炸 目前已经导致多人死亡 几千印度人逃离家园 直接将印度的内忧外患再次加剧 据环球时报评论 6月时报道 发生爆炸的是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一个 印度石油公司的游景 目击者声称 这座游景爆炸的时候 冲天的火光和烟雾 即使是在10公里外都能看到 据悉 目前已经造成两名消防员死亡 另一名消防员受轻伤 同时 爆炸引发的大火 导致直接波及了附近的无所房屋 1600多户家庭被迫逃离家园 在这个中印边境对峙 还没有和平解决之际 印度又在克什米尔边境 筹划着对付巴基斯坦的时候 一个好好的游景怎么说炸就炸了呢 事实上 这还真不是说炸就炸 这座游景早就向印度人 发出过危险信号了 这座发生爆炸的游景 在5月27日就已经报告了 天然气泄露的情况 但是很显然 印度太忙了 并没有拿出有效的措施来控制 以至于在过去两周 一直处于失控状态 期间 为了防止天然气着火 工人也曾把水抽入气井里 但是很显然并没有什么用 之后的爆炸 也是这座印度游景熬两周 终于是熬不下去了的结果 伴随着这一声巨响 游景发生爆炸后 引发了滔天大火 为了扑灭这场大火 印度也是如临大敌 目前已经部署了一支 由国家灾难响应部队 消防军队以及警察 组成的灭火团队 以最大程度减少火灾 造成的生命和灾产损失 但收效甚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印度官员表示 阿萨姆邦首席部长 萨班达德·索诺瓦尔 已经分别与联邦石油部长 曼德拉·普拉丹 以及国防部长 拉吉纳特新格通化 希望可以出动空军来进行灭火 印度空军也已经整装待发 随时准备前往一线灭火 这一场意外 虽然让印度损失惨重 但没办法 伤痛归伤痛 火还是要灭的 就是知道印度空军 出动有没有结果 可别把自己甩进去了 并且就算这场大火扑灭了 还有着更严重的危机 等着印度 这座游景 5月27日就不断有原油流出 并伴随天然气泄露 并且随之而来的爆炸 直接让印度当地的湿地 国家公园 和该地区的兵威物种 受到严重威胁